阿們感謝主,弟兄姐妹我們介紹來到第11篇 那在會前開始之前我們先 會唱那個標語詩歌嗎? 標語詩歌不會,等一下我們給我們打好不好 阿們 好,那在就位之前我們先來享受大粉絲歌401首 401首 因為弟兄姐妹我們要打開開關 操練我們的鈴 阿們 操練我們的鈴 好,那我們先翻到401首 我們先把副歌先大家兩兩圈讀一下 大家翻到了嗎? 補充大粉絲歌401首 我們翻到先把副歌先兩兩圈讀一遍 基督使我得勝有餘 佔他實價我誇聖 生命大能聖靈的律 使我剛強有能 好,再一遍 基督使我得勝有餘 佔他實價我誇聖 生命大能聖靈的律 使我剛強而有能 請請幫寫個音 祝您 我今得做何等自由 基督已盡釋放我 水的全是失地露狗 從我身上卻堕落 基督使我得勝有餘 掌踏使教我跨身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使我刚强而永恒可见 基督使我脱离律法 永远向着律法师 完全活在恩典之下 不受律法的下旨 基督使我的身犹豫 赞踏使教我跨身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使我刚强而永恒三千 基督已经顶罪了罪 除掉罪恶的全世 罪在我身在无地位 我从罪里的开始 基督使我的身犹豫 赞踏使教我跨身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使我刚强而永恒可见 基督已经将死悲剧 牵出不坏的生命 坚强使我万强强剧情 献身不活的大能 基督使我的身犹豫 长大只教我跨身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使我刚强而永恒可见 基督已经毁坏撒旦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使我脱离黑蓝世权 基督使我的身犹豫 基督使我的身犹豫 长大只教我跨身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使我刚强而永恒可见 基督使我的身犹豫 永恒可见 永恒能力不必我 在我软弱剪的万千 使我心惶惶惶多 基督使我的身犹豫 长大只教我跨身 生命大能生灵的律 使我刚强而永恒 我们这首诗歌才太宝贝了 我们刚刚说到 我们宣扬神月纳神的喜年 我们将宣扬被掳的德释放 向人的德不明 向人的受加制的德自由 再来是宣扬神月纳人的喜年 所以我师哥讲到 基督使我们脱离了律法 基督已经定罪了罪 基督更将死被去 基督也毁坏了杀掉 所以我们要何等的欢喜快乐 阿们 在唱之前 我们现在这是个训练 阿们 我们一同在这里过节 阿们 一同欢喜快乐 阿们 我们现在啊 这个场就是只剩我们了 阿们 我们要再进入夸身 阿们 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 先把前面做满 阿们 我们中间这是主的恢复 阿们 从来都是从第一排做起 从来都是从第一排 阿们 请请弟兄们 好吧 这个尤其年轻的 这个必须往前做 这个 这个 这个请请往前面做 把现在所有的 这个你六十岁以下的 都从第一排做起 好吧 阿 弟兄你不要跑了 弟兄就是你往往第一排做啊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先做满 好吧 我们我们没有做满 我们就不聚会 啊 真的真的 这个 姊妹们这边也可以做 这边第一排啊 这个后面那边的姊妹 来来来 这个 请你们最后一排的姊妹 坐到前面来 阿们 这就是主的恢复 阿们 这个工会里面啊 这个随咱便坐 随便坐 谁 坐哪里都没关系 全部都坐 最后一排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不是主恢复 阿们 这个不是主的恢复 我们没有堕落基督教的遗毒 好不好 好 除非你有头痛有怕怕这个怕那的 身体来不及的 这边有两位 两两个位子 请请把他填满好不好 那位姊妹 那位姊妹做最后一排那个小姊妹 就是你举手 就是请你坐在这边来 不要客气 我看你这么久了 你为什么不上来呢 请请请赶快这边有两个 你找你的同伴一起坐上来 一起坐上来 好不好就是你 那个姊妹 对就是你 你不要再看别人 来来来 来坐到前面来 要不然我不聚会了 我们也不唱十歌了 真的 对 先不用唱 先不用唱 来 请请请 请你们上座 请你们两位上座 好不好 他有难处吗 你有难处吗 来来来 请请坐到前面来好不好 来 坐到前面来 不要客气 对对对 来 姊妹你坐第二排 你坐第二个位置 他第一个位置给他 来 对对 请请请 这边也是一样 姊妹 请你请你坐到前面来 这边有个位置 坐第一排 坐坐到前面来 好不好 主的恢复都是从第一排做的 好不好 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欢乐 一同过节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继续唱 阿们 继续唱 阿们 继续唱 阿们 请弟兄姊妹唱1345节 阿们 我们这首诗歌 它是一个 就是释放的诗歌 阿们 生命之灵的律 阿们 使我刚强而有的 所以 兄姊妹我们唱的时候 这个节奏要快一点 阿们 要释放一点 那个请 那个节奏要快一点 那我们只唱 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只唱第一节就好了 第一节 用你唱 阿们 阿们 站起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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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阿们 祝祢 祝祝祂的 从我们自由 祈祷日 祈祀满国 罪与全是 四地独狗 从我身上全 破络 祈祿是 我的身有余 祂祂是 叫我化身 生命大人 生命大人 生命之律 使我刚强而有的 就是我的身有余 祂祂是 叫我化身 生命大人 生命之律 使我刚强而有的 就是我的身有余 祂祂是 叫我化身 生命大人 生命之律 使我刚强而有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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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大人 圣灵的律 使我们刚强而有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很谢主 待会呢 我们现在是 这个考试的时间 等一下我们请 北区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考这个 第八篇的部分 可请弟兄姊妹慢慢的到台前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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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把握时间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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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第八篇進入了 節期 Amen 節期就是安息 就是享受 Amen 主耶穌說 反勞苦重擔的 擔重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必死他得和安息 所以這樣的安息呢 乃是主是我們的安息 Amen 在六位紀二十三章二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說 這些是我耶和華所定的節期 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 講到說這個節期是怎樣 是定 耶和華所定的 這是命定的 就講到我們這一幫人 都命定要過這樣的節期 Hallelujah 不只要我們過聖別節節的生活 更要我們過喜樂的生活 在這個到了二十三章 就講到這個喜樂的生活 有沒有 他講到這個節期是聖會 表示他是怎樣 是一個團體的 是大家一起來的 就好像我們剛剛 弟兄們在這個聚會的時候 在這唱詩歌的時候 要我們怎樣 一起來歡樂 一起來狂喜 是的 我們要一起歡樂 是一起的聚集 是這是神所命定的聖會 所以聖會也就是信徒團體的聚集 是比如說主日聚會 是禱告聚會 小白聚會 是我們都要一起來享受 是來聚集 享受主給我們的安息 是每周有一個節期 就是安息日 所以神創造了 花了六天的聚集 是第七日 叫我們得主安息 是神要我們 是聚在主的名禮 是團體的聚集 是進入真安息 阿們 安息日的原則呢 乃是我們應該停下我們的工作 因為神為我們做成了一切 並且成為一切 給我們享受 在創世紀二章二節裡面說到 到第七日 神造作的功已經完畢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按照創世紀 安息日 對神來說是第七日 但對人來說是第一日 感謝神何等的愛我們 讓我們在安息日呢 可以享受他得安息 再去工作 感謝讚美我們的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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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的一個意義就是 安息日對神而言 事先做功 而後安息 阿們 是對人而言 卻是宣安息 而後做功 阿們 神是先做了六天的功 第七天安息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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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第一個安息的日子 就是一個神聖的原則 神是先 神是先以享受 來供應我們 然後我們才能夠與他同共 阿們 是 感謝主每年一切 擷起了他主要的意義 就是神的子民 與這個神 彼此一同來享受這個安息 然後每週的這個安息日 他是很嚴整的一個休息 那這原則的休息 表達我們 與神 一同真實 且徹底的來一個安息 然後這安息日 這個安息 就是我們向耶和華來守的 然後就表達神的俗名 有份於使神喜樂 並享受的安息 阿們 對 哈利路亞 我們每年有七個節期 在立位記二十三章二節那裡說 這些是我耶和華所定的節期 阿們 所以這節期乃是耶和華所定的 阿們 目的是為著叫我們因基督而安息 阿們 阿們 以及享受基督 阿們 神命定了所有的節期 使他的子民 可以與他一同安息 阿們 一同的喜樂 阿們 對 每年有七個節期 七是完全的數字 表真 每年的七個節期 乃是完全在神的豐富里 基督是安息日 於每年一切節期的十季 德羅西二章十七節說 這些原是要來之世的隱兒 那實體卻屬於基督 有了基督我們就有真正的安息 使過真正的節期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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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一夜節是一年的正夜十四日皇屋的時候 一夜節是基督做我們的救贖 使我們與神一同享受 神救恩的開始 一夜節是基督是神為我們準備一切節期 中的第一個節期 一夜節表真基督做我們對神享受的開始 使我們開始過基督徒的生活 在這一夜節裡 基督不僅是一夜節的羊羔 也是整個一夜節 基督為做我們的一夜節 他在十字架上被殺獻祭 救贖我們 使我們與神同多滿足 感謝主 感謝主 一夜節這個詞含有越過的意思 主耶穌為我們的罪流血救贖我們 使我們能夠越過 神是公義的神要親近他 就必須要把這個問題先解決 但是我們的主 知道我們的需要 他成就那個血 塗在門框門面上 秘密天使一看到就越過 不是說我表現得好 然後秘密天使你就走過 不是 他是從前面 然後看了他的愛子的血 他能夠過去 Amen 那在外面有血 在裡面有基督的羔羊的肉 感謝主 一切都是叫我們享受 前面是神的公義 這個法禮 後面是他的生機的拯救 是他能夠長成 能夠成形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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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感謝主 為我們這些 最終的罪人 他在定十字架為我們成就的救贖 讓我們更是很和好 那可是呢 我們就是一個軟弱的器皿 我們偶爾或者是常常 我們會有一些 消極的面 那怎麼辦呢 那警戒著 在逾越節之後 我們就是有除孝節 有無孝餅 除孝節呢 除孝節這個意思呢 就是預表 無罪的基督成為延期 做我們無罪生活中的享受 那我們要享受這個無罪的 我們要如何守住這個除孝節呢 我們要守住 因為人家說創業為堅守成不義 我們要如何守 秘訣就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要天天 吃主喝主享受主 做我們無罪的供應 我們才能夠 除去一切罪的攪擾 我們也感謝主 逾越節是開端 那無教節呢 就是延續 延續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生活 出埃及記12章19節那邊說到說 在你們各家中 七日之內不可有教 因為凡吃有教之物的人 無論是寄居的是本地的 必從以色列的會中檢除 哇這個很嚴重 這邊說明說 以色列人中不可吃 發酵物 這個表證我們必須對付所覺得的罪 就是對付所顯明的罪 看得見的罪 那這個 對付顯明的罪啊 就是守除教節 有對付才能有享受 我們若是容忍啊 曝露出來的罪 就會失去神指名之交通的享受 那有一條路 那有一條路就是 除除罪人唯一的路就是 天天吃這個無教餅所表證之 基督在定死復活 且無罪的生命 阿妹 阿妹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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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身無罪的基督 要分視到我們這些 這些他的信徒裡面 做無效無罪的元素 基督是无教兵 是使灵 神圣的食物 使我们无教 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无教的生命 存心的生命 存心人的生命 这生命就是存心我们 感谢主 赞美主 有没有 感谢主 基督作为无教兵 使我们过纯净的照会生活 是照会中不该有教 所以叫在圣经中 表征一切消极的事物 就如错误的道理和实行 恶行以及有罪的事物 所以我们需要成为新团 照会由信徒在新信情里面来组成 所以说主啊 主耶稣 还有我们 我们不仅在个人一面 需要是单纯 纯诚 真实的 更要在团体的照会生活中 祝祭所有的教 阿们 一位接二十三章八节说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 五孝节要持续七天 表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 零前五章八节说 守这节不可用救教 要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效比 所以基督徒的节期是无效的 我们已经蒙救赎脱离罪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享受安息 享受神 享受我们的救赎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神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但是要完成他的救赎 跟要借着守节 也就是来享受主 那俗孝节有七天 就是要在人生的开头 跟结束的时候都有圣会 也就是我们的一生 都要享受这位主 做我们的享受 那献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 做祭来满足神的需要 至终带尽与他的同在 建造神的居所 是 是 是 好 谢谢主 弟兄姊妹 我们先来到第十一篇 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 如果你有纲目赴经文的话 翻开第八十九页 我们来到这个喜年的第二篇 我们 好 谢谢主 很享受 我刚刚兄姊妹上来的这个考试 说到这个 就是 节起的第一篇 说到安息日 说到 这个余月节 还有无教节 这个刚有个师母分享说 这个余月节是 开始 一日 余月节只有一日 但是接续的呢 它是在 正月十四日 是余月节 然后接续的呢 正月 十五日开始 就是接续的这个 无教节有七日 阿们 所以 哈利路亚 这个 这无教节是延续 不仅有开始 还要有延续 同样的这一篇呢 喜年就是第一篇 喜年的延续 我们要怎么来看呢 怎么来看这个喜年呢 前面第一篇呢 我想 给我们看见 喜年有许多处重要的经文 弟兄姊妹 你要不要看到这个 第十篇 第十篇 八十页 前面那个读经的部分呢 你会发现 它有引了四处的经文 对不对 第一处是讲到 喜年的什么 预表 第二处以赛亚书 讲到喜年的什么 预言 第三处 路加福音四章 讲到喜年的什么 隐厌 那 第四处 使徒行政二十六章 讲到喜年的什么 宣扬 喜年的宣扬 传扬 那但是呢 在第十篇 好像没有太去交通到 这个喜年的宣扬 那等到 我们到第十一篇啊 你用什么在看到八十九页 八十九页 上面读经的部分 你看到 影经的部分都一样 但是呢 你有沒有看到 第十一篇 八十九页 第十一篇 读经的部分 是不是都一样 但多加了两处 羅馬書七章 二十四节 还有八章二节 所以你就发现说 两篇 重点还是不大一样 前面那一篇呢 给我们看见有喜年的 预表 预言 预表跟预言不大一样 预表就是一幅图画 在这个 立位记二十五章 八到十七节 丁子妹这个很重要 丁子妹这个 鼓励丁子妹就是我们进入 这样的解经读经的训练 丁子妹都需要 鼓励大家 如果可以尽量去买一本 这种单行本的 这种旧约的 例如说立位记的圣经 这个很方便 袋子很轻便 不然有时候 整本旧约圣经太重了 懒得带了就没看了 而且这个又很大本 而且字又很大 很适合老中青的丁子妹都可以看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看 你知道吗 我想上一篇刚才有讲到 讲到这个喜年的时候呢 前面还讲到什么 其实是讲到安息年 一到七节是讲到安息年 才接着讲喜年 那喜年呢可以说就是 这个安息年的安息 七个安息年之后呢 这个次年 第五十年呢 就是多了一个安息年 这个安息年就是喜年 这个是旧约在立位记呢 25章这边一幅的图画 等到了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 他就有个预言 以赛亚书那边就预言 等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啊 哎呀我不知道丁子妹有没有去 刚刚商讨有没有 丁子妹带大家读一读路加福音这一段 我觉得很有味道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丁子妹看到这个八十页 八十页 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 他说耶稣啊 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啊 你看主耶稣在这里 讲这段话的时候呢 他是在哪里呢 在拿撒勒 他长大的地方耶 在安息日 他照例啊 敬了会堂 站起来啊 要念圣经 他照例啊 照例敬了会堂 表示啊 主耶稣他是 正常聚会 他很正常聚会 然后 他就 照例敬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就把生言者 以赛亚书的书卷递给他 他展开这个书卷 找到一处上面写着 哎呀就是 这一段话 尹号里面这段话说什么呢 主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粱我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猜浅我去宣扬 背鲁的德士胖 瞎眼的德不明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有 你想想看主耶稣应该是这种声量 音乐是要宣扬嘛 后面就讲说什么呢 宣扬主 悦那人的喜年 哈利路亚 哇 这个 其他人 他就把书卷卷起来 二十节说 然后交还堂义 就坐下 会堂里的众人啊 哎呀都定睛看他 然后呢 主耶稣有什么反应呢 他就对他们说 今天这今 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 哈利路亚 哇太好了 今天这今啊 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哎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啊 这一段是讲到喜年的应验 就是说 在就位里面的预表和预言啊 今天啊 哈利路亚 这个 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四章这里啊 应验了 就在主啊 这个敬了这个会堂 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记载 哎呀他就 他就啊 在这里 宣扬啊 主悦纳人的喜年 是宣扬啊 宣扬 哈利路亚 然后 这个 好 那我们呢 来看一下喔 这个 呃 当然这个十五行众二十六章 这里还要 也是有这个 这个传扬 哦 这个可以说是主啊 他这个 他是喜年的应验 但呢 保罗呢 十五行众二十六章 这边讲到保罗 可以说是什么 可以说这个 是啊 这个 主啊这个喜年这个应验的 啊 复制 啊 保罗也成为喜年啊 你看 他也成为喜年啊 你看 不然 我们再看一下八十页喔 八十页 在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 啊 我们只要读十八跟十九节好了 十八跟十九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 转入光中 从撒旦全下 转向神 又因信入我 得蒙赦罪 竟在一切 聖别的人中 得酌激业 十九节 十九节 雅姬怕亡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十八节 此处行众二十六章十八节 跟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这个内容看起来像不像 哎呀很像啊 是不是 主耶稣在那里宣扬啊 其实就是宣扬 这个喜年的两相福分 我想上一篇有讲到喜年的两相福分 就是归回产业 还有归回本家 就是得酌自由 归回啊 这个产业 归回神啊 做我们的产业 归回本家 就是我们得酌 从这个奴役的 这个匣子里面 叫我们得酌这个释放 得酌自由 所以你看 这个 鼠行众二十六章十八节呢 你看 眼睛得开 从黑暗转入光中 从撒旦的泉下 转向神 这个就是得酌自由啊 这就是啊 归回本家啊 然后后面这个讲说 因信 这个信入我 得蒙赦罪 在一切圣别人中 得酌激业 就是归回这个产业 得酌神做我们的产业 所以 保罗在这里也是啊 这个在你宣扬啊 喜年主要的两相福分 所以我在你读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十九节啊 他说我故事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是什么意象呢 喜年的意象 阿们 弟兄姊妹 所以呢 保罗是一个一直活在 这个喜年啊 实际里面的人 所以等到了来 弟兄姊妹 第十一篇喔 弟兄姊妹 我们来看一下喔 来看一下 这个 他这一篇总共有四个大典 四个大典 但 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 我摸走啊 其实这一篇呢 就是在讲 喜年的传扬 与过一种喜年的生活 但其实呢 看起来好像是 两件事 但其实这个是一件事 好 我们如何能够来 宣扬这个喜年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过一种 喜年的生活 那第一大典呢 就是说到这个 喜年的传扬 喜年的宣扬 然后二三四大典呢 可以说是 在 在 在 告诉我们有一个秘诀 如何过一个喜年的生活 好 那 第一大典呢 好我们请 用什么一筒宣托一下 第一大典 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宣扬被赌的得希望 下眼可得不明 让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乃是新年的自由与福费 我们第一重点 我们请弟兄来宣托一下 来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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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归为神 和神的家 其乐欢呼着 享受在心悦中 神的救恩 Amen 第二重点 姊妹来 我们传福音 就是最救赎的好风 向世人宣扬喜年 看啊 现在正是 罪可蒙悦纳的时候 看啊 现在正是 蒙救的日子 Hallelujah Amen 所以 第一大典呢 就是说到 这个喜年的传扬 Amen 我们要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 刚刚我们所读的 四章十八节 所说的 那 到第一重点呢 说到喜年 这个词的意思呢 喜年呢 英文 就是Jubilee Jubilee Jubilee呢 他说 筑集里面说 可能与这个公免养 这个词有关 因为到了 这个 第七个 第七个安息年的时候 就是七七四十九年的 那个 七月初十日的时候 遮罪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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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 有人就要先在那里 吹 这个 呃 公养脚 就要在那里吹公养脚 就要在那里吹公养脚 庸子妹 在前一篇有知道吗 在 在二十五章九节 他说 这个 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身 这是遮罪日 要在遍地啊 发出脚身 阿们 十姐说 你们要将第五十年 分别为圣 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 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 归回本家 所以到 喜年要来到之前呢 这个 前一年的七月初十日 遮罪的时候啊 这个 要有人在那里大发脚身 在遍地啊 这个 发出脚身 那 所以 他说这个 喜年这个意思呢 我觉得 这边讲的啊 这个还 没有 感觉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 前一篇的信息 弟兄们讲得很好 我说那个 在美国弟兄们讲 那个喜年的意思啊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啊 大声的吹出 不只是吹出脚身 而且是 大声的吹出 你看 他说 这个 要大发脚身 大声的吹出 遍地啊 遍地都要发出脚身 大声的吹出啊 这个 公羊 公羊脚的这个声音 的脚身 然后第二个呢 他边吹的时候啊 他说 一面呢 还有 有那个发出啊 荒腾的呼声啊 我不大会学那个 脚身的 这个声音 但是呢 当有人在 边吹这个 大声的吹出 这个脚身的时候啊 欸 并且他 边吹啊 还边欢呼 好 边欢呼 欸 兄姊妹有沒有感受 那个气氛呢 意思就是说 喜年快到了 欸 喜年快到了 欸 所以 他說呢 这个人大声的吹出脚身 并且有人在大声的欢呼呢 这两个声音啊 交织在一起 真的也宣告啊 向遍地宣告 自由 所以 这个 你想想看 当喜年要发生的时候 还会有人坐着 悲痛哀伤吗 又怎么样 假设有一个人啊 被关了20年 当然那个 这个 卖身为努的不是被关 但是跟被关差不多 被关了20年 然后等到 喜年快来的时候 有人在那里大声吹 吹出脚身 然后也在那边欢呼 哇 这个两个声音交织在 你看那些 那个听到的人会怎么样 啊 我快要自由啦 是不是 弟兄姊妹 有没有想象到那个情境呢 并且呢 每一个人都会 欢要的不已 到个第一步就是 前面所说的 就是 叫我们狂喜啊 哎呀 这个我们 哈利路亚 狂喜 刚好问那个 吴迪雄意思是说 这个 这个英文叫做 Ecstasy Ec就是出来 Ecstasy就是position 就是啊 从你这个 自己出来 哎 弟兄姊妹 哈利路亚 我们来参加这个训练 訓練有没有 經歷这个啊 經歷洗年啊 經歷这个 經歷这个 狂喜啊 經歷这个 Ecstasy啊 哈利路亚 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啊 你看弟兄姊妹 所以呢 这个 他說我們回到第一终点 所以你看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 应该就是这样子啊 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传扬福音应该大吹脚声啊 我们不用害怕 你看像我们这次 国际话语特会 在路上游行啊 神爱世人 耶稣世主 哈利路亚 呼求主民 救必得救 信而受尽 必然得救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 我们传扬福音应该是这样子 大发脚声啊 而且满了欢呼啊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 这个喜年的传扬 传扬福音 像在新约的喜年的时候 像所有卖给罪的罪人 宣告自由 使他们会归回神和神的家 喜乐欢呼著 享受在新约里神的救恩 所以第二重点就是说 我们传福音就是 吹这个救赎的浩童 在这个七月初十日 就是这个遮罪日 这是预表基督的救赎 基督啊 成为我们的救赎 为我们遮罪 所以 我们在这里吹救赎的浩童 向世人宣扬喜年 哎呀 叫向世人说 看啊 现在啊 现在啊 就正是 最可蒙悦纳的时候 现在啊 正是 拯救的日子 那我们很清楚 这个上一篇讲到 这个现在呢 这个在救赎里面 喜年它只是一年 但是这个应验呢 到了新约里面 它乃是一个时代啊 整个这个 当主来的时候啊 啊 这个 它 这个 就带来这个新约的 恩典的时代 整个新约恩典的时代啊 都是喜年的时代啊 所以这个现在是什么呢 整个啊 恩典的时代都是现在 弟兄姊妹 你也是在这个现在 我们就在恩典的时代 我们要不要去宣扬这个喜年呢 喜年的福音呢 哈利路亚 所以下面呢 这个一二小点啊 这个是说到 就是 从这个 喜年 这个 立位纪二十五章 八到十七节 这一幅的图画 那我们从 从这个创世纪来解释它 说到 这个 神造人的时候啊 原本啊 是要 将他自己在基督里给人 做产业 但是呢 诶 人堕落了 但也 我们应该 里面要插这个 因为撒旦来败坏了 就死了人堕落了 那人堕落呢 就失去了 神做他的产业 诶 诶 诶 神做这个神的产业 阿们 并且呢 还把自己呢 这个 不仅卖了产业 而且还卖了 还卖了自己 阿们 窮到一个地步啊 賣身为奴 阿们 那这个 今天啊 主来聊 这个 这个 这个啊 带来这个喜年的应验 在这个新约里 这个新约的 神的救恩呢 就是 神在 记得在基督里的救赎 将这个堕落的人呢 带回归神 使神做他们神圣的产业 并且呢 还释放人啊 脱离这个 最 撒旦和世界的奴役 将人恢复到这个 神圣的家 就是 这个 神的家里 来享受神 恩典里的交通 享受这个交通 享受这个自由 丢子妹 阿们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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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 喜年的福音 丢子妹 丢子妹 这个就是喜年的福音 丢子妹 我们啊 要 这个 那 那刚刚 上一堂呢 上一堂信 上一堂我后来 在下面看到 有个 有个子妹上来分享 他说 我得救的时候很喜乐啊 这个时候喜年就是什么 八个五啊 无忧无虑啊 无 无什么 无欠无挂啊 无缺无法啊 无病无灾啊 那个什么 什么 难处都没有啊 什么都是好处啊 一切硬心啊 万事如意啊 逍遥自在啊 狂喜完德 他最后讲就是说 叛笑耶 丢子妹 你知道吗 其实呢 保罗在 这个 摩西在这里写的呢 等到我们后面保罗他讲的 说到这个 我们如何过喜年生活的秘诀 其实都不是指的外邦人 你看 这个 摩西在这里写的都指的 真的以色列人 我们如何享受这个喜年呢 第二大点呢 因为时间不大 我直接 告诉弟兄姊妹 第二大点 主要的就是在讲说 享受神呢 这个 做我们的真自由 主要在讲这句话 享受神 做我们的真自由 第二大点说 神的救恩使我们有真自由 阿们 弟兄姊妹 神的救恩使我们有真自由 我们的产业是神 我们的自由呢 来自我们对神的享受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想说奇怪 企业不是有两项吗 第一个讲产业 第二个讲自由 奇怪怎么这边就不讲产业 等到你后面 你看他都不讲产业阿 弟兄姊妹 我问看你们 如果是你们阿 你们要先有产业 要先有现在自由 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 你会想要产业吗 不会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一个 我刚刚讲一个人被关了很久了 对 他第一个想要什么 自由 对啊 自由 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 其实阿 这个 第二大点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的产业是神阿 所以当我们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 很奇妙的 你看 哎 我 这个 一面阿 我们享受神做神 另外一面呢 我们对神的享受 就成为我们的 真自由 阿们 好 那 后面的就讲说 你看人若不享受神阿 就不会有真自由 自由是什么 自由就是释放 就是脱开一切捆绑 一切重担 压制和一切瑕制 那第二重点呢 也要再加一句话 他说 人若不享受神 不然我们若不加的话 你看 你读一下说 我们人生里的每一件事 都可能是我们的瑕制 你觉得吗 你觉得吗 我们人生里的每一件事 都可能是我们的瑕制吗 当然我们这边都 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跟传福音 人家会这样觉得吗 不会嘛 人家不一定觉得说 我 那个是你 因为你 你自己是一个宗教 这个好像是一个宗教徒 才会这样子 这样子认为 但是你要加一句话 第二重点前面 我在预备的时候 你若要加一句话 人若不享受神 我们人生里的每一件事 都可能是我们的瑕制 是不是弟兄姊妹 那第三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呢 首先啦 撒旦把我们 俘虏了 这个跟讲到后面 这个第三大点 有点关系 但这边就先解释那个原因 为什么 我们如果不享受神 我们就没有真自由 而且我们人生里的每一件事 都可能是我们的瑕制 都能够努力我们 第三重点 第三重点就讲到那个原因 就是说 首先呢 撒旦把我们俘虏了 然后呢 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做我们犯罪的主动者 主使者 结果他就成了我们非法的主人 我们就做了他的俘虏 使我们好事不做 只能做犯罪的事 阿们 这个就是在下面引经呢 就是罗马书七章十四节 然后这个 好 那因为时间我们不读 所以 所以弟兄姊妹 他说 低小脸说 人若没有神阿 那他在神以外所 尝试享受的一切啊 都是啊这个 狗食 废物 和奋土 阿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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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弟兄们这样行 而是圣经这样行 这是保罗 保罗这样的见证 在菲律比书三章七点 他说 从前有对我是赢得的 但他因这个 因着他享受了基督 他就啊 就把他这些赢得的看作亏损 等到第八节 他说他不仅 这个把他看作亏损 还把他看作什么 憤土 看作憤土 阿们 然后呢 你看彼后二章二十二节 彼后二十二节 他说 俗语说的针对 口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他说 狗食啊 这就是狗食 这话呢 在他们身上啊 發生了 永泽妹 这个 我说我们赌的时候啊 也要说这话在他们身上發生 我们如果没有享受主啊 这话也可能在我们身上發生 或者是常常也在我们身上發生 我们都觉得狗食 还有粪土啊 觉得还蛮好吃的 真的 你看现在小孩子说 麦当劳好不好吃啊 好吃 麦当劳是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好不好吃啊 一样说好吃 真的我们没有 没有享受基督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 就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小人说啊 这个 撒旦呢 他就是这个 别西埔 意思就是奋堆之王 他就是苍蝇之王 专门啊 专门带着罪人 像 苍蝇一样 这样 吃奋 主耶稣啊 所以 第三小人就说 我们人人心里都实在不愿意犯罪 但是结果各个啊 都犯了罪 都身不由己 都成了罪的奴隶 那这样刚刚讲这个喜年不是无忧无虑无欠无垮 那这个好像骗人啊 不 後来呢 专门妹 第三大典呢 就给我们看见啊 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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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於死的律 阿們 所以弟兄姊妹這個 保羅在羅馬書7章24節那邊有發出一個 苦惱的呼喊 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太曉得這個為什麼 保羅在那邊有個這樣苦惱的呼喊 因為在這個第7章呢 保羅乃是說到啊 他的肉體他就在陳述一件事情就是 在我們的肉體之中呢 有一個內住之罪的 捆綁 就是啊他在那裡說到 這個我們的肉體裡面 我時間不夠沒有辦法去讀金武讓大家弟兄姊妹能夠領會 但是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下 那段金武就講到說 就是說保羅在那裡 這個陳述啊 有一個神聖的真理 就是他在說啊 在我們的肉體之中有一個內住之罪的捆綁 他就發現啊 他就發現什麼呢 他說這個 我簡單讀幾句 這個聖經給金武姊妹聽他說 這個 我知道啊這句話 這句話好像金武姊妹常常聽到 就是7章18節 我知道啊住在我裡面就是我肉體之中啊並沒有善 因為啊勵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然後19節說因為呢 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倒去做 怎麼會這樣子 他就20節就解釋說若我去做 所不願意的 就不是我 這不是保羅在那裡推卸責任 他因為看見一個神聖的真理 他說若我去做 所不願意的 就不是我 不是我那是誰呢 不是我行出來 乃是誰他說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罪啊 行出來的 他說 他說於是我發現那律呢 與我這願意為善的人同在 就是那惡與我同在 這個 這個惡呢就是這個 罪與死的律 就是這個剛剛我們讀到羅馬書8章2節那裡的那個 罪與死的律 你看 與這個 與我們這個願意為善的人同在 所以呢按著我們裡面的人我們喜歡神的律 但是呢 弟兄姊妹 這個保在那邊說出一個 啊這個 有一個真理喔 弟兄姊妹要看見 就是啊 就是他裡面呢 就是他看見有三個律 一個律呢就是這個 他神的律在外面 第二個律呢 是在他的魂裡面 有一個為善的律 他善的律 但是呢 第三個律呢還有一個律就是在他的 肉體之中呢 有一個罪與死的律 這個為善的律啊想要去響應神的律 想要去 傳福音 想要來侍奉神 但是呢 就啊喚醒什麼 我們 我們這個肉體中這個罪與死的律 就啊把我們 與我心思的律交戰啊就把我擄去 哎呀我就被 我就啊這個 被罪與死的律所挾制了 所以這是23節 所以等到24節 保羅才講這句話 他說 哎呀 我真是個苦惱的人啊 誰要救我脫離那 屬這死的身體 但是呢 保羅啊 在這裡到了25節他說 哎呀他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發現 應該不是只有在8章29 應該在25節他就 他就已經發現 他說 感謝神 感謝神 他說 他就清楚啦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這樣看來 這樣看來他說 我自己呢用 我的心思這個 心思裡面這個為善的律 想要去服侍神的律 但最後的結果呢 哎我卻是被肉體中這個 罪與死的律所掳去了 去做喔 我所不願意做的 所以等到了8章呢 8章呢他講說 如今 如此 現今那些在 基督耶穌裡的 就沒有 定罪了 就講到這個2節 他說 因為他發現有另外一個律 什麼律呢 還有第4個律 生命之嶺的律 這個就是洗年啦 你知道定署子妹 這就是洗年 這就是這個 我們要如何過這個洗年的 生活的秘訣在這裡啦 定署子妹我們要看見 他說因為生命之嶺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 已經 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了 罪與死的律 所以定署子妹 在這裡呢 我們看見在這裡有一個 哇 這個後面 定署子妹 他說第2終點他說 保羅有一個偉大的發現 就是他看見這個 生命之嶺的律 定署子妹我們看見這樣的一個 那個啟示啊 我們的 生活啊 我們應該照著我們所看見的啟示啊 有一些的轉變 你看我們呢 我們可能 從小到大 我們都習慣啦 這個 一碰到任何事情 我們就先打開什麼開關 我們先打開我們心思的律 的這個開關 我們就想要說 哎呀要怎麼去做怎麼去做啊 哎呀 但現在不要這樣子啦 其實有弟兄姊妹 叫你說 我們要不要起來 這個 這個 船服衣 我們要不要去去牧養人 這個是不是很好 但你心思的力不要先響意 你說 這個姊妹 姊姊妹我們 先來禱告 我們先來呼求主名 因為啊 我們先來呼求主名先來禱告啊 我們就先打開什麼 另外一個開關 打開我們這個 生命之靈啊 律的開關 那個結果就不一樣了 所以 弟兄姊妹後面講說 第三 第三重點他說這個生命之靈的律啊 你看他乃是一個神聖生命 他是一個自動的原則 自發的能力 這律是神聖生命啊 他所具有的一種 自然的特性 和自由自動的功能 所以他說 所以我們基督的生活不該怎麼樣 靠著意志的能力 乃該靠著 我們靈裡這個 復活生命之靈 內裡之律的能力 這律有什麼 最大的能力 哈利路亞 這律有最大的能力 可以啊 勝過時 超越時 並且啊不被死所拘禁 這樣我們可以得著 享受神啊 做我們真正的自由 所以他說 當然後面有講到這個 就是 講到 這個 路加福音 10章25節一個例子 我想講這個我沒時間講 簡單說就是 這裡有一個律法師 他要想要撐一自己 他就問主耶穌說 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遠的生命 但主又告訴他說 他就回答主說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 並全力 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 靈色如同自己 主耶穌說 哎呀你答得對呀 然後 然後 但是 主耶穌就講了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 這個 往 要下 葉利哥的一個 有一個 撒瑪利亞人 不是不是撒瑪利亞 就是有一個好撒瑪利亞人 那 就是 就是有一個人要往葉利哥去被打的半死 在路上被強盜打半死 後來經過的人呢 都不不管他 都不理他 只有那個 撒瑪利亞人 當然這個故事都有一些內涵喔 但呢 主就說 到最後就說 問他說 你想這三個人呢 10章36頁 他說 哪一個是落在這個強盜手中之人的靈色呢 那個綠寶師就說 他說 是那個 憐他的那個 好撒瑪利亞人 耶穌說 你去照樣行吧 丘子妹有沒有 懂得這個故事的意思 這個故事很有趣喔 這個是告訴那個律法師說 其實啊 你是沒有能力可以去愛靈色 你就像那個要下去葉利哥那個人被 在路上被強盜打的半死 其實你是沒辦法愛靈色的 你反而是需要什麼 靈色來愛 我們需要來先來享受主 先來享受這個赤生命的靈 那 就看見呢 一二小點他說 看見罪與死的律 是我們裡面的 但是我們意志能力不能勝過這個律 所以 一三小點說我們 如果沒有看見罪是一個律 如果沒有看見意志不能勝過罪的律 我們就會被一直 困在 羅馬七章裡 永遠啊 這個達不到 羅馬八章 所以 他說 但是 在每一族 我們 有一個神聖的出身 把我們親移到 另外一個範圍裡面 就是在我們靈裡面這個 生命之靈的律這個範圍裡 A小點說什麼 用怎麼一起讀一下 AB小點 在這範圍裡 阿們 不怕你欺負 因為 多出我們的 是 生命之靈的律 不是 我們 自己的 意志 第二B小點來 我們有 生命之靈的律 住在 我們 鄰里 這律 就是 神的 同在 神的說話 同 神的 相聚 以及 神的 分支 哇 丢子妹這個律 哇這個範圍不得了啊 你看 當我們啊 我們如果學會這個秘訣 當我們 碰到啊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啊都要先學會啊 現在第五個宗理就要想說那個打開開關 就要學會打開開關 你看當我們到這個開關 打開這個開關 他說一切的得勝都是什麼 小點說一切的得勝都是什麼 自動自發的 自動自動自發自動的 不知不覺的 不花力氣的 哎呀丢子妹你有經歷這種得勝嗎 自動自發就得勝 而且是 不知不覺就得勝 不花力氣就得勝了 而且他說 這個律呢 這個生命指引住在我們裡面 住在我們這個林裡面呢 這律就是什麼 哇這律就是神的同在啊 神的說話 同神的相聚啊 以及啊 神的分次啊 是不是丢子妹 好像把這個前面 這個 這個我們立位記講了那麼多啊 多啊這個 好像 總結在這個 這個 這個秘訣裡面 是不是 這個 總結在這個 生命之靈的綠啊 哎呀我們都要看見這個 這個神聖的啟示 這個真理 然後我們能夠 學會這個秘訣 所以我們能夠過一個 洗年的生活 阿們 好來這個 活出啊 能夠傳養這個洗年 剛才弟兄帶我們交通到這個第三大典啊 我們把這個第三大典 再一同讀一遍 好不好 第三大典 保罗在 罗馬七章 二十十節的 迫切呼喊 在八章二節 得著回答 那里說 生命之靈的綠 在基督耶穌 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了 罪与死的綠 就是 作為洗年的自由 在這裡 這個 羅馬 這個七章 那里就是 這個得救的人啊 他在那里 發出一種的感叹 他说 立志為善 由得我 只是 行出來 由不得我 我所願意的善 我不去做 我所不願意的餓 我倒去做 這就說出一個什麼呢 這不是我自己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 罪做的 但是這個罪和死的綠 又是那麼的強大 這宇宙中啊 除了神以外 最強大的 就是這個罪和死的綠 所以他就覺得 我真是個苦恼的人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 取死的身體呢 或者取這死的身體呢 哎呀 正在那里 在這個 萬胎也起尊啊 啊 感謝神 那些在基督耶穌里的 就不定罪了 就沒有定罪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基督耶穌 因為生命之靈的綠 在基督耶穌里 已經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了 最和死的綠 所以在這裡啊 這裡實在是一個 大的福音啊 在羅馬八章中的 那個福音啊 就是 洗年的時機 在羅馬八章中 所讲到 那個真是講到 這個洗年啊 救我脫離那 取這死的身體啊 救我脫離那個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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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敗壞的 我們有三個生命 四個律嘛 哎 啊 這個 我們有 宇宙中有神的生命 有撒旦的生命 還有人的生命嘛 在我們的心思里 有為善的律 剛才弟兄不是也講了嗎 那在我們的肉體中 卻有一個 罪於死的律 啊 這個罪於死的律啊 勝過我們的 心思中 為善的律 啊 那這個 在我們外面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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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神的律 在那裡啊 一直的要求我們 是不是呢 這個 在這個 在我們啊 這個 但是感謝主啊 啊 這個 還有一個呢 就是在我們 重生的靈里 還有一個 生命之靈的律 所以 保羅說 他在這裡 就有一個大發現 這個 就是我們 真實的拯救 好 我們好不好 這個 我們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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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點的 剛才弟兄已經交通了 我們再 把這個 第一 終點 第二 終點 第三 終點 第四 終點 我們讀一遍 好不好 這個 終點啊 請弟兄讀第一 終點 姊妹讀第二 終點 我們輪的 讀好不好 請弟兄讀 我們唯有享受 基督做 是生命的靈 才能得著 釋放 才有真自由 唯有享受 神的人 能不犯罪 而有真自由 過一個 自由 釋放 脫離 瑕疵的 生活 姊妹讀第二 終點 生命之靈的 律乃是神聖 生命自動的原則 和自發的能力 這律是神聖 生命所具有的特性 和自有自動的功能 Amen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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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里 我们先要强调 保罗 在罗马八章 这里就有一个 巨大的发现 就是 看见 三神 已经经过了 种种的过程 他已经成了 四生命之灵的律 安置在我们里面 这个前面 有一篇信息 就是讲到 这个 讲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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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什么呢 这个 就是讲到 我们的神 是什么样的神 是一位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的 三一神 有没有 我们的神 他经过了 这个最主要 经过了四个过程 第一 经过成为肉体 为人生活 定时时降 复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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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 这个主要 这个 这个就这四个 复活和圣天 OK 然后呢 他就成了 赐生命的 升天是他 正式的救治 弟兄姊妹啊 恭喜你们啊 你要知道啊 这个 我们 这个讲的 经过过程 叫processed processed council made it try you God 这个 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的 三一神 哦 这个只有在主的恢复里 听得到 也只有在主的恢复里 才能够享受得到 感谢主啊 我们的神 真的是经过过程的 犹太人的神啊 只是 创造天地的 万物的主宰啊 他们 他们不接受主耶稣 就是 他们不接受新约 新约 约 约翰福音都说什么呢 太初有化 化与神同在 化就是神 这化太初与神同在 对不对 生命在他里面 这生命就是神的光 到了十四节说什么 化成了肉体 是他藏目 在我们中间 风风漫漫的 有恩典 有实际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经过过程 他经过了成为肉体 为人生活 死和复活 就成了 赐生命的灵 当然在生天里 他就正式就职为 宇宙的元首 成为身体的头 那他成了这个 吃生命的灵以外呢 他已经啊 装置在我们的里面了 所以我们只要 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在这么大的热天里啊 我们只要打开开开关 哇 你看我们立刻 哇 这松垮 对吧 不管这个盾位多大 你开关不打开 没了阴呢 所以弟兄姊妹 在我们里面装置的 那个那个是 最大的大能啊 哈利路 我们要打开开关 一打开了 就那个享受 这一切的丰富了 好 感谢主 刚才啊 我们 这个弟兄就 带我们读到 第五点再读一遍 第五 第五 第五终点在97 我们能与 以装置 且内在 生命之灵的 律合作 借着操练我们的 打开这 律的开关 使我们能 享受基督 做自由 而过 洗年的生活 不是有没有 而是 有没有 开了没有 你打开开关没有 这个生命之灵 已经装置在你里面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 绝绝对对的 是需要你要 打开开关 好 那我们请翻开 这个隔壁一页 第六终点 我们请弟兄读 理了 我的男子 这个开开 我们就无法应用 在我们里面 经过过程 三一省 这数天的变 但赞美主 我们有开关 我们也有这开关 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有这开关 有吗 你知道吗 他在哪里 阿们 好 第七姊妹读 打开我们灵里 永留的那里 这神圣 奥秘的电流 最好的 乃是 呼求主耶稣的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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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 你帮我 你帮我 阿神 神圣 我 有什么对面 阿们 好 给谢主 最好的路就是 呼求主耶稣的灵 来呼喊三声 在这个世上 我们有的竟是忧虑 牵挂 愁苦 灾病 但是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 要经历十年的时机 无有无虑 无前无过 无病无灾 无缺无法 什么难处都没有了 什么都是好处 因此一切应心 万事如意 逍遥自在 狂喜欢腾 享受这十年的时机 要打开开关 第九点 请弟兄读 保罗是 打开生命之力的 利益和安法者 他是借着在他的礼礼 属于他对主起初的爱 侍奉神 打开了这开关 阿们 感谢主 他是借着在他的灵里 出于对主起初的爱 来侍奉神 打开开关 第一小点说 用起初的爱 主就是在一切事上 让他居守位 尊重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这个是让他居守 第二 在我们身上 神进来了 神再出去 那就是我们对他的侍奉 我们乃是在众道会中 与基督同工 在那将我们起初的 在那里将我们起初的爱给你 哈利路亚 我们要看啊 我们要倾倒起来 往葡萄园去 看葡萄 发芽开花没有 石榴放蕾没有 在那里 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主 弟兄姊妹 我们早晨啊 都需要这样子来 清净主 阿们 弟兄姊妹啊 我们要常常出去 也需要有家具会 看看 葡萄开花没有 石榴放蕾没有 在那里将我们的爱情给主 就在这一个一个的家具会里面 Amen 将我们的爱情给主 第三 这个 所以第二点就是与主同工 第三 就是啊 我们与主 行起初所行的 我们一同读 当我们用 用起初的爱爱主 我们就行起初所行的 这工作乃是由起初的爱 从他主 并且将写起初的爱 为独授起初的爱 激励的工作 才是尽力很好时 基督情深的爱困破我们 使我们向他活 并向他死 因为我没有一个人 替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替自己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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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基督的爱困破我们 因为我们断地 一人 即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不再向自己活 乃向那替我们 死而复活的主活 当我们这样行 起初所行的时候 那个工作的结果 就是金 银 宝石 就是父神 性情的工作 子神 救赎的工作 而灵神 变化的工作 叫我们 感谢赞美主 叫我们的工作 都能够经得起 那日的火烧 那日的失恋 好 那第十点 我们请一同读 我们借着 将心思至于灵 就享受基督做洗年 心思至于肉体 就是实 心思至于灵 还是生命平安 哈利路亚 心思至于灵 乃是生命平安 第十一点 在罗马八章里的洗年 乃是十二至十六章 所展示基督的身体 得存全之神人的团体 生活的实际 这实际中 我们要如何 从罗马七章里面的困顿 转到罗马八章 就是要打开开关 那如何要从罗马八章 进到十二到十六章 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呢 也是要打开开关 因为这个生命之灵的律 就是这个团体 被成全之神人的 生活的实际 那这个实际要终极完成于 新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说 罗马书啊 就是全本圣经的中心 也是全宇宙的中心 好 那我们这个没有时间了 我们请再看第四大点 第四大点 这里就讲到 洗年的生活 我们一同读 洗年的生活 还是享受基督的生活 就是享受神做我们的经验 和真自由的生活 洗年就是归回本家 洗年就是归回产业 是不是呢 洗年就是享受 神做我们的经验 享受神做我们的真自由 所以洗年的生活 就是享受基督的生活 这样的享受 叫我们能够狂喜欢腾 这样是我们逍遥自在 Oshadah voshu 传福音啊 就是啊 从你自己跑出来啊 对 人家就看你那个喜乐的劲 我就要信你 我要是你所传的耶稣 兄姊妹 真的 哈利路亚 就是我们需要来过这样的生活 好 那我们看第一终点 弟兄读第一终点 在洗年里 就要是吃主耶稣 做美地真正的出产 以祂做我们的追索 使祂有安息 并从罪的努力 以及律法和宗教的挟制 德国事发 你们 就简单说 洗年就是要吃主耶稣 做美地真正的出产 这个吃就带给我们满足 同时以祂做我们的追索 这就是家 就是真正的安息 有满足 有安息 就是过洗年 好 叫我们从罪的努力 以及律法和宗教的挟制 得着释放 第二 请姊妹读 这是满足以人生的三种劳苦 做好人的劳苦 挂力的劳苦 和受苦的劳苦 唯一的路 是以基督做我们的享受 满足和安息 这个人生啊 就是这三种的劳苦 反而劳苦当中 当然的 可以到主这里来 我们一个就是要做好人 一个就是有挂虑 像这个人生啊 这个没有远虑 必有尽忧啊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 一无寡虑啊 这是何等的释放 这就是洗年的使忌 还有就是受苦的劳苦 那哪些主 那这三种的劳苦 我们都可以胜过 第三 请弟兄读 基督徒的生活 应该是一个满了享受主的生活 满了喜乐和赞美的生活 当我们满满享受主时 他就成了我们的喜年 哈利路亚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 就是享受主的生活 这一个就是第一小点说的 得胜生活的腔调 那是一直喜乐 并感谢赞美神的腔调 所以呀 使徒保罗在 《泰撒努力加前书》 五章 十六到十八节那里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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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偶尔喜乐吗 是要常常喜乐 要什么时候祷告啊 不住的祷告 要只在少数上 世上蒙 要谢恩吗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感谢赞美主 哎呀 这个 哈利路亚 Amen 这个 这个也像我们 以过我们才追求 那个 这个 那个 国商节的信息啊 讲到 我们要 这个 这个 经历基督 做新人的 基督 不是 造会做新人的 属灵征战 最后一篇 就是那个总结的话 是什么呢 要以 时代的祷告 完成神的经纶 并以 赞美的祭 展示 基督的 得胜 这个 时代的祷告啊 就是 造会 作为基督的 身体 作为新人的 祷告 在这里啊 运用基督 为首的 权柄 做 身体之 元首的 权柄 来 吩咐 主 为我们 做事 好 借着 时代的 祷告 完成神的 经纶 同时要 发出 赞美的 记忆 来展示 基督的 得胜 虽然 心可 伤痛 愿 发出 赞美的 记 结果 地大震动 先门全开 锁链脱落 甚至 进入 全家都得救了 这是什么 请姊妹读 七年的生活 就是我们 在任何情况中 都取用神自己 取用基督自己的生活 然后 他就在我们里面 做主因 做中心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秘诀 在任何情形中 使用基督 使用神 要在一切环境中 奋力地 抓住神 这是呼求主民 第五 第五 第六 第七 我们一同读 保罗学者 活在洗年里的秘诀 就是在各种环境里 因得基督 因这一切 都在他的主宰之下 所以我们应该祷告说 主 求你充满我 得着我 占有我 不管外面情况如何 我就是要享受你 我们需要成为今日的知识和见证人 活出并宣扬福音 基督是恩养的洗年 以完成神 永远的经轮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在任何的环境中 使用基督 享受基督 抓住基督 应得基督 什么时候出去 有人说等我有空就出去扣门 不 你出去扣门就有空了 有人说等我刚强一点再去扫牌吧 我自己都站不起来了 你去小牌你就刚强了 感谢赞美主 我们要建立福家架构 养成生养习惯 在任何的环境中 赢得基督 抓住基督 奋力的得住基督 这就是我们过去年的生活的秘诀 求主祝福我们 阿们 好 我们先进去交通这里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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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们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就四个五个 我们就一同的来在一起 对于这片的信息有一些的分享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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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请坐 感谢主 我们都要学的秘诀 我们都需要打开我们生命之灵的开关 操练我们的灵 使我们能够成了一个宣扬洗脸的人 我们再来操练我们的灵 我们来宣读一处经节 五马书八章二节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是罢了我 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感谢主 好,待会我们请黄弟兄给我们有一些加强的话 感谢主 我们来到洗年的第二个部分 有没有狂喜啊 我看我们弟兄都跳起来了 一直跳我们好像不那么跳 只有心在跳 上来操练 心跳得更快 在这篇信息的里面呢 我特别的享受到 那个享受这个洗年生活的秘诀 感谢主 我们有洗年的预表 有洗年的预言 我们有洗年的应验 在死的情况更有洗年的什么 传扬 他的宣扬 阿们 这篇我们特别进入到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讲到保罗是一个怎样 苦恼的人 他一个得救的人 为什么是一个苦恼的人呢 他应该是个狂喜的人 阿们 当然到了八章二节呢 他就得到了答案 阿们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这篇实在太丰富了 所以没办法完整的分享 我是在讲 我是特别享受到第三大典 第四大典 在第三大典的里面呢 他很清楚的讲到说 这个过洗年的生活的一个秘诀呢 那个实际呢 乃是享受生命之灵的律 因为罪与死的律 除了神的律以外 没有能够胜过他的 所以在七章二十四节呢 保罗说他苦恼的人 因为我们没办法用律字 来胜过罪与死的律 我们只有借着享受基督 阿们 那享受基督呢 享受这位主呢 我们就能够这样 让这生命长大成熟 我们就能够胜过罪与死的律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好 那在 讲到这个对于死的律呢 就是这个保罗呢 在苦恼以后呢 他就有一个伟大的发现 他发现呢 这会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呢 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都得救了 我们有没有这个 这个生命之灵的律 有没有 有这个律我们就能够过几年的生活 阿们 因为这生命之灵的律呢 是一种怎样 自动的原则 是有自发的能力 这神圣生命呢 他能够怎样 自有自动的功能 就好像地心引力 对不对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对不对 没有人能够胜过他 因为他是一个自动的原则 阿们 自发的能力 阿们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靠怎样 我们的意志来胜过他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在第五个点呢 就讲到说 我们需要怎样 跟这个律有一个合作 阿们 要有合作 因为不是没有 是因为没有打开 弟兄跟我们提醒 我们不是没有 是因为怎样 没有打开 阿们 所以我们要怎样 打开这个开关 阿们 这个开关怎样打开啊 阿们 呼求主名 阿们 对 就我们能够通到这个三一神 这个属天的殿 对不对 这个开关在我们的灵里 然后这个开关 打开的路呢 就是呼求主名 接着我们策略我们的灵呢 我们就能够接触那灵 对不对 就进入享受这个洗年的时机 阿们 保罗是一个打开开关的人 所以他能够这样 用起初的爱呢 来 侍奉神 对 所以说呢 他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 阿们 感谢主 当我们用起初的爱来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的侍奉呢 就是一个怎样 金银宝石的侍奉 就能存到永远的侍奉 所以感谢主 第十个点 叫我们到我们需要怎样 心思至于灵 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洗年 阿们 听说七到八章的打开开关呢 是借着怎样 呼求主名 操练我们的灵 那十二章进入十六章呢 第八章进到十二章跟十六章 一样是借着打开开关 叫我们能够 能够过身体的生活 叫我们能够怎样 在身体里有佩搭有建造 恭祝完成新耶路撒冷 阿们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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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几件事 几件事件报告就是 等下下堂上课时间是七点 然后六点五十五分 就可以陆续回来开始享受十个 阿们 好 可以去用场 等下 等下 听众们 听众们 享受十年啊 下一堂还是这样做 不要再又做回去了 下一堂是这样做 就是记录你的位置 还有 哦好 还有啊 就是感谢主 我非常喜乐 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 我们两年前 我们去 亲自去美国乡调啊 那个时候朱东周回来就当总管了 这一次 我们啊 这个江永生啊 陈士林 他们也一起去了 现在也当总管了 阿里路亚 朱东周现在要冲进训练中心了 我们再看两年后怎么样 用餐用餐 阿们 阿们 那训练就退到这边 那有请这个有参加 这个花东商调的电用姊妹 六点半请到楼上的 401 401有一些叫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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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